汪小飞又被告了 1月21日 有台媒体放出新闻 大SE为支付生活相关费用 起诉了汪小飞 大家好 这里是一览无鱼 每日为您分享最新港鱼资讯 感谢您的观看 大SE方声称 汪小飞自去年12月起在为案协议支付费用 截至目前共欠500多万元为履行合约 台北法院已经裁定 汪小飞位于台北的部分资产将会被查封 汪小飞反文表示自己付了家用 孩子生活费 学费 保姆司机阿姨工资费 现在 她不想付大S家里的电费了 大小S的妈妈回应媒体 说一直以来为了孩子 他们都不愿意说汪小飞母子的任何话话 可是汪小飞妈妈张兰今天一大早打电话 不仅骂了S吗 还骂了大小S 前后骂了半小时 汪小飞很快反击 说骂得好 你们干嘛 再逼逼把你们家丑事全抖落出来 夫妻分手闹到如此地步 让人不禁想问 真的只是钱的问题吗 可能大S自己也说不清 她和汪小飞的相识相遇 究竟是缘还是节 2010年11112月30日 国庆日头一天晚上 安以轩的生日宴上 大S和汪小飞作为寿星的朋友 自然而然相识了 相识一周后 两人确立了恋爱关系 相识第二十九天 见过七次面的大S和汪小飞 在北京订婚了 大S比汪小飞大五岁 恋爱 闪婚 从公布恋情开始 外界就一直不看好这一对 大S出了名的严控 历任交往国的男朋友蓝正龙 周渝鸣等 都是十足的大帅哥 汪小飞虽然长得不如明星 但在富二代里 长相也算很不错 倒也符合大S一贯的审美 汪小飞作为京城四少之一 历任女朋友张雨起 安以轩 也都是女明星 外界觉得他们长久不了 是因为一个女明星 一个富二代 身边都是近男美女的 闪婚能靠谱吗 不过大S很快用实际行动向外界表明 他们是认真的 2011年111月份 在三亚举行婚礼后 大S就基本处于半退圈状态 曾经高喊不受污宁死的美容大王 破了吃素十几年的街 开始吃婚 开始补身子 哎呦 人发福胖了二三十斤不说 精神状态也不似先前那样精神抖擞 2013年11112月初 大S终于梦想成真 她怀上了第一个孩子 2016年 随助儿子出生 大S和汪小飞实现了三年爆俩的夙愿 儿女双全 家庭大后方稳定 汪小飞在事业上也有不小进步 她结婚后接手了家里的生意 又到台买了楼 开了会所 会所还以大S名字命名 大S除了在台大班主持过康熙来了 也几乎没有安排演艺工作 夫妻俩感情稳定 经常一起出游 一人抱一个孩子 和天底下幸福的四口之家没什么不同 但世上的事就是这样 你眼见的幸福不一定幸福 你眼见的和谐也不一定和谐 对汪小飞和大S来说 不和谐的音符从2018年开始跳跃出来 这一年汪小飞和大S接拍了腾讯视频的家庭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 节目就是拍拍三对家庭 做做饭 聊聊天 出去游玩 随着节目播出 观众第一次发现 汪小飞和大S好像不太熟一样 明明是结婚八年的夫妻 大孩子都四岁了 两个人平时说话各说各的 吃东西也各吃各的 那段时间大S刚流产 身体状况非常差 懒得说话 也懒得动 汪小飞每天处于小心翼翼的阶段 生怕惹恼她 习间聊天 大S说了她著名的包瞎论 吃饭时看到福元爱自己包瞎 大S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奇 她说天哪 作为女人怎么能自己包瞎呢 福元爱江洪杰和陈建兵蒋琴琴两对夫妻都不太能理解这个话 倒是汪小飞听得见怪不怪 大S接住说从小到大 都是我爸给我包瞎 后来是我男朋友给我上包 结婚之后我老公给我包 我自己从来没包过 不知谁问了一句那要是老公不在身边呢 大S回答说没有包那我就不吃 反正我宁愿不吃也不会自己包 节目播出后大S这番言论让很多人震惊 还引起男的要不要帮女生包瞎的讨论 包瞎事件只是汪小飞和大S婚姻的一个缩影 两个人地狱成长环境性格等各方面的不同 才是导致婚姻解体的根本原因 结婚后大S也曾嫁夫随夫住在北京 但他因为在台生活习惯了 北京天气浅躁他几次半夜脸干得痛 甚至还起了血丝 加上家人姐妹好朋友都在台 身边没什么朋友 大S浅脆搬到台北生活了 汪小飞每年飞机来回两边跑 日子倒也向安无事 但是从2022年11112月开始 陆续有消息传出 汪小飞和大S要分手了 爆出消息的是台媒体 大陆这边媒体没有任何消息 有人向汪小飞求证消息真伪 他回答说分手的是自己不知情 又有媒体打电话给S吗 问大S和汪小飞分手是不是真的 S妈一再表示 小俩口因为小事闹便弄 只是抄抄嘴 我会真的分手 分手消息断断续续传出来 每次放出消息的都是台媒体 到2022年11112月 大S亲自发布声明 表示确实已经分手 公布分手后汪小飞被派到 带陌生女性回家 大S还非常大度地回应祝福小飞 她又不老 开始新的感情也很好 毕时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 虽然距离远 但两边一直维持住友好和谐的有关系 哪怕是表面的 大S公布结婚时 S妈在社交媒体上几次放出老母鸡护小鸡的图片 表示维护大S的两个孩子 每每记者采访 S妈都说尽了汪小飞的好话 甚至说分手了仍把她当半个儿子看待 和媒体打交刀几十年 作为S家资深发言人 S妈真正做到了滴水不漏 小S逮到机会就夸新姐夫帅气 新姐夫有男人味 对汪小飞也是个不小的刺激 期间 大S还和剧菌叶一起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 说她在家里上厕所都是由剧菌叶抱住去 采访里 两人也第一次公布了婚纱照 照片上大S精神状态回人不说 整个人看起来发光 年轻了不少 很多人感慨这婚离对了 再婚也选对了 或许这正是大S的能力所在 大S再次用事实向外界证明 她看起来不靠谱的再婚 同样是幸福的 或许这些事给了汪小飞不少刺激 更有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大 时时提醒她大S再婚很幸福 她两个孩子得管国外人叫吧 汪小飞有时出镜在网上仍是胡言乱语 说狠话 又道歉 直到11112月21号 大S起诉并要查封她财产的新闻曝光 这才又激怒了汪小飞 汪小飞首先甩出了2022年的转账流水记录 看了这份转账鸣细 不得不说 明星的钱和普通老百姓的钱 完全不是一个面值 密密麻麻的数字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那数得让人眼花的铃 简直让人眼睫大开 银行转账记录上显示 汪小飞每个月还台北房子的贷款106万 每个月给儿子和女儿生活费隔25万 11112月份两个孩子要开学之前 汪小飞在一次转账共计26万 作为孩子开学登记注册的费用 除了房贷和孩子每个月的生活费外 汪小飞还每个月固定给大S转账100万 作为备用金 近2022年11112月份 汪小飞一共转账家用519025元 转房贷租金水电加抚养费等 一共3768018元 合计有428万之多 在汪小飞晒出的流水记录里 总计一年时间给大S转账共计4049万 以上相关费用都是以星台币计算 换算呈现明币 一共有930万之多 在大S转账前 汪小飞转账这些费用 倒也没有诉苦或挂在嘴边说 毕竟 他对孩子 他爱女儿 人前人后也是从来不掩饰的 晒银行记录的同时 汪小飞表示 房贷 生活费电费等 甚至孩子司机阿姨保姆开工资 都是由他在承担 但是现在大S已经在婚了 他不想再为那个加出电费 这一场闹剧 从去年年终到今年 一年半时间 反反复复 来来往往 吃瓜群众看得热闹 当事人双方 家人 一个又一个冒出来发言 互接伤疤 唯一沉默 也是最不应该忽略的 是两个孩子 大人在网上闹得热火朝天 没有人问过两个孩子心里怎么想 也没有人替他们问问 两个大人撕得这么难看 难道真的是为了孩子 又或许 单纯只是为了钱 不管怎样 两个孩子是无辜的 父母分开了 但不应该把对孩子的爱也分开 不应该把对孩子的爱也分开了 不应该把对孩子的爱也分开了 这类就是实际上 这次提论了